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面的这群呢 就是我们的IWL International Wrestling League 的成员们对不对 对 好 不过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呢 主要探讨的就是 请问在生活里面的 wrestler在生活里面的摔角手 到底是什么样子 除了这个像什么 生理上面的职业兵之外 你们有没有其他的职业兵 有没有 有很多啊 就是不能被碰腿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这有点像那个 Austin Power那个mini me 有没有 mini me 譬如说 看到那个皮带特别大的 会兴奋啊 会把它举高高的 为什么 会当成那个冠军腰带啊 尤其那个铁扣 不能太大的哦 对 不可以太大还是可以太大 不可以太大 不然会更兴奋 像平常职业病啊 就是说 不可以从后面叫 哎 啊 对 这又是这样子是不是 没错 这个就是以上的示范 小孩子用不要吃 因为平常时候有些 其实说不是 装痛 装得很痛苦 遇到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 就可以用得上人了 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 为什么会用得上 装痛苦跟用得上 这种可怜嘛 我 反正我迟到好了 就说 哼 对不起嘛 我这个是故意的啊 呃 大致上如此 我觉得有一个职业病 真的很痛苦 而且听说 睡觉都没有办法按您 对不对 是什么职业病 就是听到有在敲击的声音 就会转身 无法平躺 因为摔脚 只要双肩着地三秒 就算输了 其实你应用在生活上面 还可以玩出一些 蛮好玩的火花出来 对不对 社长 没错 像说有什么呢 那么 被人家求饶 可是呢 当人家饶你一命的时候呢 可以反过来 当人家不注意的时候 偷袭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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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除了刚才那一招之外呢 其实他还没有 我都还没有讲到你这招之外 我都还没有讲到你这招之外 啊 啊 啊 所以这一步叫做什么 臀部撞击 臀部撞击法 就是例如 在摔车的时候 可以使用护身倒法 像避免头部撞击 摔车的时候 摔车的时候 就自杀吧 譬如说像是咱们要搬东西啊 搬家 要搬一些重物之类方面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运用到摔脚一个招式 叫做炸弹摔的招式 可以把重物的东西扛在肩膀以上的地方 让自己省力会比较轻松点 像是你在演唱会要尝到你喜欢的明星台报一样 嗯 就 他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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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一招是什么 就是好像你们要穿过人群啊 是不是还有一招什么穿过人群的 好像是 这时候就可以利用到 蝶野的霸王角 但是大家还是很想知道说 从IWL你可不可以学到一些防伸素 根据官方证实是可以的 那就是一些关节剂等等 嗯 这样怎么用 怎么运用 现在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防伸素 当对方抓住你的衣领的时候 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双手 抓住他手腕以及手掌背部的部分 顺势转过去 然后往下压 往下并往内压 此时对方 就 无法 克制这个力量 就会 倒地 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的是 反晴拿术 当别人 在你背后 自助你手的时候 你可以将身体 转身 然后呢 反制他的手 好啦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给你的 IWL 不过在明天的节目里面呢 其实大家还可以看到我们 IWL 他们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那这个小小的心愿是什么呢 来社长给我们讲一下 小小的心愿是什么 希望能够招募到女社员 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家会来 回来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 我是IW群柔 的AHIE 中文翻译是 黯然消失的希望 我的入社动机呢 是因为很热爱摔小 但是在台湾这个地方呢 因为并没有所谓的摔角的环境可以发展 于是我就看我的好朋友 和和田社长两个人一起把这个商圈挖起来 再来 是我的必杀记 GCT 有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女朋友 请看我的外表自己想像 谢谢 必杀记 就是凶器攻击 大家好 我是真双拳好 我想在鞋队场而已 我的比赛技是前球的固定 听好了啊 有很多人 放棄了